有人說陸委會像是錦衣衛 我們是很正正當當的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沒有這種 皇朝帝國 王朝的時候的這種名詞 正正當當卻能擁有兩套標準 韓國瑜進中聯辦 陸委會是這樣看的 這個當然是非常敏感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我們不說整個社會都恍然 包括香港都整個恍然的 倘若一個中聯辦 就能引起許多爭議 把時間倒回2001年8月 香港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來台 當時可是時任副主委的陳明通 在貓空射宴 邀請對方當座上兵 當年來是他來我們這邊 我們是一個業務請他吃個飯 那時候我是彰顯我的主權行為 一來一去竟然定義就能完全窘異 陸委會眼中韓國瑜的玩火行為 回到自身就變成宣誓主權 蔡英文一句很嚴重 要陸委會嚴肅思考 果然馬上起了作用 今天蔡英文對這個現狀 現狀非常的不滿 謝長廷也說現狀不同 跟我當年2013年去的時候 是不同的 那時候現狀改變了什麼 那蔡英文又為什麼想要改變現狀 你要改變這個現狀 到底是為台灣好呢 還是因為你看不得韓國瑜好 他已經落後好幾步 他在後面追 那再怎麼追 還有再出這種下策 結果效果適得其犯 但是沒有人能夠提醒 蔡英文也好或者是內閣也好 就是說這種方法其實比沒有方法更糟糕 因為你真的是在替韓國瑜造勢嘛 只是在韓國瑜回來說明之前 陸委會你開法的傳言就已滿城風雨 打完兩套標準卻沒有核心思想 那陸委會這時候要修這個法制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不聰明的 登陸賣水果人都還沒回國 已經被陸委會盯上 還要量身打造韓國瑜條款 規範縣市首長港澳行 這真的是開倒車 完全沒有必要 事實上 你越陷越嚴有什麼意思呢 還要設一個韓國瑜條款 這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韓國瑜不易嗎 也難怪當事人質疑 如果會因人設事 就連主委陳明通自己都緣不了 光是法案使用對象就說法反覆 設立了韓國瑜條款 我不建議你用這樣一個名詞 才剛說沒有針對特定對象 一個小時後 民進黨立委就助攻 上演光速打臉 就是針對韓國瑜 這個條款 跟委員報告 草案在這裡啦 OK 初步的草案在這裡 我希望你趕快進行 初步草案在這裡 背巡台上喜滋滋秀出法案 還左右旋轉了一下 讓大國都看清楚 落會是有備而來 而且等著韓國瑜的 不只是專屬法條 可能還有罰金跟刑責 50萬是吧 罰50萬 看什麼 還要看什麼情況 合作行為 合作行為是啥 那政治協議那不一樣 政治議題的東西 那個最高還有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沒有啦 我們當然是 現在要他來說明一下 因為有些還是要事實認定 沒有那麼快 讓落會點名做記號的 就是韓國瑜走入 中聯辦的這一步 我沒辦法正面看待 他一腳踩進中聯辦的辦公室 這個地方手上 真的還需要請當事人說明嗎 衛審先判落會議 是否早有定見 民眾心中血量 接著你將會江少民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